这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血液检测平台 我们这一套是利用了高通量的一个血液蛋白检测系统 那么基于抗体队来实现血液里面的蛋白的低浓度的一个检测 那么它可以实现同时测量数十种的不同的生物标志物的一个检测 走进香港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 一台台仪器 一张张实验台映入眼帘 前不久 在这里开发出了可检测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血液测试技术 可能为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甚至治疗带来助力 引发广泛关注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团队成员江源斌告诉记者 这项血液检测技术能够提前5到10年筛查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并且在不同人群中适用 通过结合我们这个血液测试可以非常准确地找到有哪些患者 他可能处在一个这么一个早期 同时有发生了大脑病变的一个进程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这些人群通常根据统计来讲 他大概需要5到10年才会真正的出现 痴呆症状或者记忆力严重衰退 同时我们还在不同的人群当中进行了这个验证和优化工作 那么实现了同时在中国人群和西方人群当中都能实现一个高精准的一个检测 香港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致力于研发包括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策略 该中心首席科学家叶翠芬告诉记者 阿尔茨海默病病因复杂 治疗药物较少 需要及早干预 因此早发现早诊断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非常重要 目前阿尔茨海默症的检测通常就是靠认知能力的量表 还有医生的临床诊断 还有他的病史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一个主观的一个方法去诊断阿茨海默症 那经标准呢 其实就包括了脑的那个职业的检测 还有那个淀粉氧氧蛋白的脑成像的正电子的扫描 那这些呢都属于比较有入侵性 还有这个比较难普及 所以我们的这个技术的非常的好处就是说 很简单的抽一管血 就像我们平常做年检那样子抽三毫升的血 然后呢在手肘里面抽到静脉血就可以了 叶翠芬介绍 这一检测目前已经在香港落地 公众能够通过指定企业预约检测 部分合作医院也可以转介一次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前去检测 除了早期诊断 这一检测也能够发现个体之间病情发展的差异 实现有针对性的治疗和管理发病风险 我们的最新研究发现 起码有大概人体的五种的功能或者是系统 是跟这个AD的进程是相关的 那如果做这个血液检测呢 我们可以能看到你的风险的方向会在哪里 有的人可能他在免疫方面会有更多的一个病变 而有的人可能在代谢或者是心血管方面有相关的一些病变 那么针对这样呢 我们可以对人群进行一个细分 那么进一步可以进行更加针对性的一个治疗策略 阿尔茨海默病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其预防与治疗困扰着许多家庭 虽然血液检测并非治疗工具 但江源斌认为 他未来可能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带来一些助力 我们现在这个血液检测技术呢 涵盖了一部分这些有关于治病因素的一些蛋白 那么我们未来其实可以进步地针对这些蛋白 去研究它的一个机理 那么进一步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干预策略 那么未来呢 相当于不仅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检测 蛋白的变化来找到患者 那我们进一步可以针对这些蛋白 进行一个干预和治疗